很多人把这一次的太阳花学运 跟24年前的野百合相提并论 而当年在中正纪念堂静坐的学生 今天也西家带眷走上街头 支持比他们小一辈的学生 一样的中正纪念堂 大中制政的牌匾已经换成自由广场 而当年热血的大学青年 统统变成大叔大婶 24年前参与过野百合学运的 秋名利益重回故地 小孩都念国中了 他说带孩子再来参加学运 非常有意义 这个传承就是一个责任的传承 那我们把民主的真价值呢 展现出来 孩子呢 在孩子心中种下太阳花的种子 1990年3月16号 台大学生率先到他们口中的 中正庙静坐抗议 要求解散国民大会 召开国事会议等四大诉求 后来号召超过6000人参加 当时总统李登辉接见学运代表 进一步促成政治改革 24年后再看这场学运 野百合世代则看见民主 现在僵局中 民主政治变成了一场僵局 那我想这场学运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 宪政危机 那当然如果 马总统他不愿意退让的话 这个僵局就会继续下去 野百合 野百合 野百合挺太阳花 中年人挺青年人 喊口号气势十足 当年领导如今退居幕后便支持者 老一辈学运世代 只说现在学生组织动员能力 号召力 续航力远远超过当年 期盼民主之火传承下去 并更加灿烂 接下来 你们谢麒文台北报道